大家好,我是魏畅然 之前呢,我给麦子学院讲过一期gQuery的课程 希望大家喜欢 但是从今天开始呢 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课题 是Express.js的入门 首先呢,Express是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 基于Node.js的外部开发框架 它呢,提供各种模块 而且它也是开源的 有很多open source的第三方的模块 可以快速的在别人的基础上 在已有代码,已有模块的基础上 搭建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网站 包括一些login啊 这些基本功能都完全可以实现 而且和一些主流的database的连接 也做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呢,这个Express.js呢 上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这一节课呢 我们第一堂课呢 就会给大家介绍是这个 一个基础的知识 就是在这边我列了一个课程大纲 第一节课呢 我会介绍什么是Express.js 这就是一个入门 其次呢,第二堂课 我会带领大家写一个Hello World 第三堂课呢 会给大家讲这个Express.js的Router 就是Express.js的最核心的一个组件 然后会简单的介绍一下server response 如何 response不同 如何从server response不同的结果到前端 然后还会讲一个模板和一个pre-processor 我会讲一个SaaS的pre-processor 之后呢,讲一些简单的模块的使用 最后呢,也像上一堂课一样 我喜欢用一个实力呢 带大家练习之前我讲过的所有的一些知识 这就是一个大体的大纲 但讲课过程中呢,会有一些变动 到时候呢,我可能会做一些略微的改动 但大体呢,会按这个大纲来讲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Express.js Express.js呢 是一个轻量灵活的Node.js外部框架 外部应用框架 所以呢,本期课程 我是针对那些对于基本的Node.js有一定了解 知道如何运行Node的代码 知道如何写基本的简单代码和简单的Node.js概念 并且呢,懂得如何用NPM来安装依赖模块 但是呢,你并不是需要是Node.js方面的专家 能听懂这些课程 你只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基础知识 相信你就可以理解本期课程了 这个Express.js呢 和其他外部框架一样 它是基于Node.js 所以呢,它是隐藏了一些背后的Node.js背后的秘密 它把Node.js已有的一些模块简化 来针对一个外部应用进行了简化 所以呢 它的使用起来呢是相当简单的 所以呢 既然提到Express是基于Node.js的 也就是用Node.js其实可以完全可以实现Express功能 只不过Express把它简化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Express的基础 也就是在Node.js里面如何实现一些基本的Web service Web服务的一些使用 这边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简短的程序叫http.js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模块 http模块 htt模块是Node.js里面已有的包含的 用来处理Web请求Web一些Web服务的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也就是Express.js的基础的基本所在 我这里给首先呢 引用了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会提供这样一个CreateServer这个function Create一个Server了以后 这个回调函数呢 就会接收到一个request object 就会接收到一个第一个参数是一个request object 我给你知道它request里面会有什么内容 这边呢 也会有一个response object 我可以再对这个response object进行操作 来给它传一些代码 比如说这里呢 我给这个response呢 写一个200 就是告诉它我成功了 然后给它content type呢 写成plan 就跟它说是plan text 是基本的传回就是基本的纯文本 然后呢 我用这个response.end的方法传回一个holloworld五文字 这些方法大家不需要记 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在note中如何实现一个建立服务器 因为本期课程的目的是来讲express express呢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把这些内容呢 都囊括在内了 在内了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写这么复杂的code 然后呢 我会启动服务器 就是listen 告诉服务器 听在哪个端口 听在什么ip地址 这边我就不是一个ip地址 也不是一个domain 不是一个域名 是一个localhost 然后这边console.log 其实有没有都行 就是让你在这个命令行端呢 看到已经运行到这 成功运行到这了 之前没有exception 接下来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段程序 就是note的htp.js 好 这样server呢 运行到这server就已经启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就应该可以看到 说明这个基本的web service功能 是node是已经提供了 接下来呢 我对这个create server 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回答案数 作为就了略微的改变 我加了这三行代码 并且把返回的内容呢 不给他写 那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没什么意义 我们来看看request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request的object 这边有response object 我在这边呢 创建了一个临时的result的变量 把这个result的面量呢 给它写成 看request里面会有unl request里面会有method 然后再把有个request的heather 就是一般hp request 有hp知识的同学都会知道 hp request是有header的 我把它strainify 就把它一个json object呢 变成一个string 然后加在heather里面 都加一个换行符 然后还是依然 给response操作的时候呢 依然是给他200这个 这个hp成功的这个code 然后还是textplan这个contenttype 然后把result传回去 我们来试验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server 试验一下 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ul 我们请求的ul 是这个左斜杠 就是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写了abc的话 就是abc 然后那个请求的type呢 就是get 然后request header 就会看到很多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 我们是用chrome来请求的 user agent是什么 然后看到一些东西 还能看到一些cookie 现在我们是没有cookie 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些东西 其实呢 当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就已经可以写api了 在遇到什么情 在在在这个 create server 这个回 这个回调function里面呢 写一堆 写很多 比如说写一些 可以写一些 写一个switch 或者写一堆if else 在遇到什么 不同的请求 不同的ul的时候 返回什么样的结果 是get的时候 返回什么样的结果 是post的时候 返回什么样的结果 根据request header里面 有没有一些request variable 或者根据user agent 给它返回不同的结果 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可以 其实已经可以写api了 这已经是有 可以实现完整的功能了 就仅仅基于htt模块 而没有引入express 在讲过这个express 一个基本的基础模块 htt模块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connect模块 connect模块 也是express.js的一个基础 的模块 这个模块呢 有在基于这个模块呢 我们也是可以写外部服务的 因为这个模块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中间键 它其实就是一个中间键 基于中间键的概念呢 熟悉not.js的人 应该会熟悉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后来 以后的课程呢 我还会再介绍 这节课呢 就是一个introduction 基本的介绍 大家不用自己去重写我这些代码 大家就看一下 理解一下基本的思路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引用了这两个模块 然后呢 我在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 我是在这边呢 我的app呢 是自己create 在create 在这个at模块create server的时候 返回一个app 我是自己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如果有connect这个中间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借用connect中间键 来建立一个服务器的逻辑 然后这个app呢 就拥有了我们这里面所有的逻辑 然后我们create server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中间键传入server就行了 而不需要亲自自己来写一个回调函数 但其实呢 代码量没有减少太多 大家看 其实我就是从这边copy过来的代码 我们来运行一下 node connect 我这边没有写那个console log 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log 但是这边呢 我们要如果刷新呢 还是可以看到holloworld的了 这就是connect现在这段程序是在运行的 讲过了之前ht模块和connect模块之后呢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就是express模块 express模块 和这三个模块之间的关系 我先给大家讲 讲一下 首先呢 htt模块是connect的基础 connect是拓展了http 给它加了一些功能 用中间键的概念给它加了一些 一些比较容易使用的feature功能 但是这个express.js就相当于是拓展了connect 在大家这里看一下 如果用express.js来写这个同样一个webhelloworld这个服务的话呢 我开头基本上套路是一样的 首先呢 这个是只用http模块 connect呢 用了两个模块 然后express.js呢 我也是要用两个模块 首先用一个引入这个express模块 express模块是拓展了connect模块 它在里面会自自己调用connect模块 然后我再调用htt模块 这边呢 我是用了connect来建立一个app 但这边呢 我是用express来建立一个app 然后这边是http 用http来create server 和这个connect的套路是一样 http connect server 然后给它传入一个 中间键 这边是一个connect中间键 这边呢 我是给它传入一个express中间键 整个套路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是用express作为这个模块的话 模块的话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功能 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不不去使用http和connect呢 因为express.js针对web服务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很好的功能 首先web服务你就会需要路由 对不对 需要路由 路由的意思呢 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slashabc slash xxx slash123 每一段都是叫一个路由 它呢可以更好帮我们来处理路由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 第二功能呢 是它呢 对于请求的处理 做得很棒 像在这边请求处理 我完全我们需要用自己写的一些if else statement来根据不同的情况 返回不同的职 我们还要亲自设定content type 而在express之中呢 它帮我们实现了这些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要send a file回去 我们要redirect user到什么什么地方 都是很容易 很容易使用的 这是express给我们家的第二个很好的特性 第三个特性呢 就是我们这边会讲的模板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路由 还有server response处理 如何处理server response request handling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feature 第三个特性 第三个特性就是模板 有了模板的处理呢 它就更可以对模板的天生支持呢 就导致就是可以使express呢 更好的来处理视图 在用户界面呢 来渲染一些很很很棒的视图 因为我们有了模板 有了数据 针对不同的数据 同一个模板 我们就可以同时渲染出来不同的页面 针对用户的数据的不同 所以这是三个特性 而我也会着重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我们第一期简单的一个介绍课程 给你介绍什么是express express来源 express的基础 然后这一节课程不需要大家自己写任何代码 我是课程中的例子 不需要你重复 不需要你课程之后自己在在自己练习 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在下一堂课呢 我会教大家如何用express来写hello world 就下一堂课是真正开始写代码了 好谢谢大家 这一节课我们就到这里